脱糖电饭包 脱糖电饭包正能脱糖吗? 大米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 由葡萄糖分子聚合连接而成的大分子 如今脱糖电饭包已经温室了 糖尿病患者和高血糖尿病患者 都不用担心食用米饭后血糖会迅速升高 脱糖电饭包采用的是脱糖技术 就是把米煮到一半熟的时候 等一部分脂炼淀粉融到汤中 把米汤沥掉 再把半熟的大米进一步的蒸熟 像这样做出来的米饭 升糖指数就会低一些 非常适合一些高血糖的病人吃